國際藝術館改變舊金山文化景觀 揚州週刊2019年9月29日第33卷38期 揚州週刊2019年9月29日第33卷38期 鄭之子、美國國際藝術館坐落於舊金山中心區 廣內成立30多位世界級東西方藝術家的精品 經過8年革新,成為舊金山新的藝術文化地標 H.H. 第三是多傑槍佛運雕作品遺著晴天在館內展出 吸引全球不少修行者專門到場静坐和觀想 車行進舊金山中心區市場街Market Street 美國國際藝術館Iama位於街心,2011年開幕後 過去市中心地帶嘈雜紛紛亂仿佛轉換氣場 不但是容變的整潔 遊客和居民也感受到東方藝術超凡入盛 不可思議的能量 這是市中心社區難得的文化地標 就金山當地媒體形容藝術館半年來對社區帶來的轉變 也許美國人還無法深入欣賞中國藝術家齊白石 潘天壽、徐悲鴻、張大謙、王冰鴻的水墨金石 從幾法到境界 特別是第三世多劫槍佛運雕作品 連創作如何出現還無法解釋 更不用說未來文明無限的起翻 事實上就金山市政府長期來一直推動市中心災造計劃 不要讓中心老街區和僧亂貧窮化商等號 與四周歸故、細故、複數發展不成正比 媒體描述 過去市政府主要政策措施包括贊助街頭幣號等 但對於振興社區幾乎沒有影響 因此從2011年開始 市政府轉向大規模稅收優惠 強力鼓勵全球企業和藝術基金會 遷移到市中心地區 最具代表性的包括科技公司 推特Twitter和黑眼藝術基金會 BlackRock Foundation 2011年 第30多劫槍佛借出100幅作品給國際藝術館 奠定館藏封配最重要的作品能量 也和世界人類精神聞名對話 同年 多劫槍佛在美國接受世界和平獎 基金會最高榮譽 基金會主席市前美國聯邦眾議員 吳爾弗·勒斯特·L·布爾夫 民主黨籍的吳爾弗還曾參與台灣關係反清草 今年已經高零100 多劫槍佛也曾得到馬丁路德國際領袖及服務獎 國際藝術館 國際藝術館主要由亞裔人士和西方人士成立的基金會負責營運 基金會成員包括國際奧委會委員吳京國、法律專家 斯蒂芬·麥爾斯、前男家統計會主席杜因茨等 藝術館開幕時吳京國指出 國際藝術館為頂尖藝術家們提供展示的舞台 就像每四年一次的奧運 提供世界頂尖運動選手大展身手的平台一樣 2010年過世的西班牙裔國際奧委會終身榮譽主席 斯蒂芬·麥爾斯曾擔任國際藝術館榮譽館長 我期許自己以藝術推動族業和國際和諧 首任藝術館華裔營運長杜因茨指出 偉大藝術作品讓人們看見無限生命境界 讓一切毀謗和猜疾不正自明 杜因茨用佛教教義中宮巧明概念來說明 藝術超越時間工藝技術 宮巧明是佛教五明、內明、深明、宮巧明、一明、一方明之一 菩薩在五明中的,而五明完滿,則是十方諸佛境界 杜因茨於台灣輔仁大學畢業 考上2019、9、29、2019、9、29 亞洲週刊2019年9月29日 P.D.F. 公費留學到美國深造 他認為藝術各種巨像衝向一季法最終還是為了提升無形精神境界 如前中央研究院院長忽視形容佛教經典偉摩戒經是最美的佛典文學 佛法是無形的,卻以文學形式流傳於世 而偉摩戒居士則是淨土經例如來化身有形 後來唐朝世人王偉等都以偉摩戒作為筆名 國際藝術館內部設計規劃由美國哈佛大學碩士建築師官文雅操刀 官文雅俗人東方文化 入門設計先建小橋流水亭台 趨近幽深、暗鏡大廳、地上採磚迎面 輝旋進入展廳樓閣、兩隻麒麟雄聚舞門前 情願正式舉行藝術活動與社區互動的空間 館藏領選標準年格 經過八年革新 國際藝術館成為舊金山新的藝術文化地標 受到社區支持,主要有三大要素 第一項特色是館藏作品都必須符合董事會設定的基本標準 領選標準是藝術家作品至少被兩座以上世界知名藝術館收藏 如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法國羅福宮等 其次是市場拍賣價值至少每平方英尺在20萬美元以上 另外,要有一定影響力或地位 像各國藝術館館長或藝術學院院長 如果其作品畫價高於每平方英尺2萬美元 也能達到收藏標準 目前國際藝術館成立30多位世界級東西方藝術家 從17世紀到21世紀 包括法國野獸派代表畫家之一的維拉明克 Morris D. Lemink 19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學員派法國藝術家 中華會畫的百科全書 第二項藝術館關於全球的特色是完整的近代東方水墨畫派收集會 過去水墨畫被稱為國畫,以筆墨宣紙等書畫工具 從北派南派,從苦筆到泊墨,都是國際藝術館的收藏 特別是今年來價格節節高深的水墨作品 像早年失憶的黃冰紅、富豹石、張大謙等 一平方公尺來到100萬美元 藝術館的展覽簡直是近百年來中華會畫的百科全書 出生中國四川的第三世多傑昌佛早年在中國教科文中心擔任國畫研究會會長 各種藝術創作性首年來有讀書一誌,備受稱為特級國際大師 其正書也是任國際奧委會主席薩瑪蘭琪簽署 使人稱為藝術高大師,後來到美國弘揚佛法 美國參議院的國會記錄中正式由HH第三世多傑昌佛曾稱 台港宗教界領袖常常前往每週拜訪多傑昌佛、領法交流 許多台灣修行者也在洛杉磯聖基斯和舊金山華牆寺出家 早年熟視他的人士更透露,多傑昌佛精通中醫 過去在家鄉曾每天義務看病300人,從不收取任何費用 穿為佳話 第三是韻雕作品經為天人 2003年7月,美洲國家組織34個會員國在美國華盛頓開會 多傑昌佛展出韻雕作品一柱晴天 各國元首都欣賞到這種融合光線和集體的韻雕雕塑 作品被憑贈為上帝送給人類的禮物 於是10月又在美國國會大廈驚天展出 再一次讓百名參議員簽名留念 即後作品揪劍展救金山國際藝術館 韻雕是只利用多媒材、速高、快速流動、瞬間凝結的特性 創造出不可思議的立體空間效果 甚至讓觀著超越三維空間的視覺 過去大自然造景 最不可思議的莫過鐘乳石洞 韻雕的石洞色彩更豐富斑斓 風光玄妙莫測 天然霧氣雲露於作品石洞中繚繞不散 誰能想到雕塑藝術還能將氣體刻畫成 形 如同一柱晴天之間高兩公尺的物理結構 如何撐起繁複多邊的刀弓 一層一層深入的色彩層次 又是如何前後著色入手 僅平幾公尺的空間 又是如何開作出生不見底的幽谷 種種謎團 用鬼斧神功也難形容 度因此用光巧明說明 作品不只是創作 更是新造的一種藝術形式 創作者不願透露幾法式常見的異界慣例 但是二十年過去 中外同業人無法找出一套說法和共識 相當罕見 就像名畫之前 很多人流連忘返 現已有許多修行者專門畫到運雕作品前靜坐和觀想 沿南外龍馬蘭奇用意擔任榮譽館長 他最大成就之一是完成到林匹克博物館 是要運成為文化寶藏 而雕塑是館內最重要藝術 因為要運清遠古希臘的雕塑就成以上都是體育主題 到林匹克博物館的收藏從兵馬俑到羅丹雕塑都有 但運雕的精妙 連龍馬蘭奇也簽索 未見 第三是多結槍佛已不再創作 更鮮少公開露面 美國國際藝術館為了彰顯藝術原創性 也避免羅尾的毀謀 因此和國際佛教森尼總會 第三是多結槍佛基金會 聖格獎堂等決定共同宣布藍臺議政實施辦法 面向全球人士徵求一注晴天的複製 藍臺典故其原漢代玉石碩方藍臺 象徵客觀信使保簽記錄 如果複製出相同作品無誤 可得到高達5000萬美元獎金 從2003年開始 許多現代藝術家也怨怨玉石 近十年來現代科技發展日前月益 加上3D列印 但多年過去了 別說複製 連創作製造方式都眾說紛紜 藍臺議陣顯得立竿見影 用簡單有效而公平無誤的試金石 杜絕具心不良毀謀者之口 從印證到超越 知識藝術館成功立足舊金山關鍵 英國皇家藝術學院教授菲利普 經Philip Key 2004年擔任院士協會主席President 最後一年 與院長Keeper Brandon Neil Angel 特別前往華盛頓的英國駐美國大使館 代表學院頒受Fellowship榮賢與證書 給第三世多結槍斧 佛最特別的是完全不接受任何贊助 佛教稱供養 只是當今宗教界罕見現象 而國際藝術館在以運雕作品的話提醒 帶動多元文化的對話 不同計法正量的策債模式 從這個角度來看東方藝術對城市生活的影響 是用最寬廣的藝術交流來超越宗教 也協助人們從藝術探索生命無限可能的去向 H.H. 第三世多結槍斧 美國國際藝術館Imonet的東方產品 國際藝術館的室內設計有濃厚的東方文化氣息 藝術館華麗營運帳度因此 台灣國際藝術館 平洋時間 H. wier源